各位企与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吴清源与木古时两位大宗师的连仓十番棋 1941年5月8日到10日 在连仓的圆角寺 春天的一片清新绿色 将整个寺内里里外外都包裹了起来 上午9点10分 吴清源与木古时打入十番棋第九局的比赛 正式开始 此前的八局较量 吴清源大师以6比2的总比分领先 而木古时赢得的两盘棋 都是直黑先行 本局由于是先向先棋份 之前的两局木古时直黑 这盘棋与吴大师直黑先行 黑棋棋手依然下在了右上角的星位 白棋占据小木 黑棋二年星 白棋错小木 下一手棋 黑棋高挂 白棋选择了简明的脱退定式 黑棋沾 白棋尖 下一手 黑棋在下方拆三 接下来白棋回到右上角挂 黑棋跳棋 白棋再拆 布局堂堂正正 下一手棋 黑棋挂在了白棋的左上角 而白棋此时木古时下出了他标志性的一手棋 这个时候在现场 但是大盘讲解的乔美羽太郎棋段 认为上方一代白棋竟然有子配合 那么此时抗是呼应上方两颗子常用的一手 然而实战当中 白棋却将这手棋顶在了此处 试探黑棋的应手 黑棋如果往边上场 那么白棋顺势一般 显然这个比单抗 白棋的棋型要好很多 然而实战当中 黑棋必然向中央尝出 下一手棋 白棋再搬 黑棋搬 白棋选择了虎的下法 这个地方立也是常见的一个定型 以下 黑棋尖 白棋拐 黑棋长 这样形成白棋取地 黑棋取势的一个格局 实战当中 白棋选择了更具弹性的二路虎 黑棋打吃 白棋粘住 接下来 黑棋后视的补助的断点 以下侵入上方 和在左边拆边 形成建核的大厂 而白棋下一手棋 选择了在左边拆 黑棋间 限制白棋上方发展 白棋靠的时候 武大师在这个地方 先打入 白棋压住 确保联络 黑棋再搬下去 随时瞄着在这一带 挖出反击的手段 而白棋现在如果立 那么黑棋可以在此处 马上挖 白棋如果打吃 黑棋长 白棋吃 黑棋可以打完之后 虽然争不掉这颗白棋 但是此时一退 由于左边已经搬到一手棋 白棋这颗子 将陷入黑棋的重围 白棋跑 黑棋可以搬 打吃呢 黑棋就跑 这一带我们看到 如果白棋强行 向外突围的话 这个棋一旦将自己走中 左边 黑棋的 这些子将在进攻当中 发挥作用 所以实战当中 木古师考虑到这一点 当黑棋搬的时候 为了照应 右边的 这三颗白子 白棋强行的 断了上去 下一手棋 黑棋打吃 白棋再尝 接下来 黑棋再次一瞻 白棋下一手 虎柱 是自重的一手 如果此时贪攻 白棋再次强行拐头的话 黑棋之前做的这手准备 将发挥作用 下一手棋 黑棋可以再次尝出 白棋挡住 黑棋斑瞻 是先手 白棋再不断之时 黑棋再次冲出 这样我们看到 这个局部 虽然白棋暂时 吃住了这三颗子 但是以后这一代 由于白棋自身弃劲 黑棋还有很多的借用 像外面的斑 以及一路斑 还有这一代的打 等等 同时 右边的这两颗白子 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这个图 白棋并不满意 所以实战当中 白棋厚实的 补助了上方 而黑棋的跳架 也是预定手段 此时 白棋的这颗子 是逃不出来的 如果强行往外逃 那么黑棋可以打吃 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粘住 白棋只有度过 接下来 黑棋再次一搬 这三颗子 被净杀 白棋反而损了 所以实战当中 在黑棋跳架的时候 白棋的下一手棋 从上方立下 瞄着逃出这两颗子 而黑棋则厚实的压住 上方一带的战斗 暂时告一段落 下一手棋得到新手 木骨石抢占了 右下挂脚的大肠 黑棋的尖顶 令当时观战的棋手 大吃一惊 因为在当时认为 这手尖顶 是典型的俗手 在边上没有 夹击的子配合的情况下 有帮白棋加强的嫌疑 同时脚步 还有弱顶 这一关顶 一直持续了七十多年 直到 人工智能出现以后 才为这手尖证明 而在当时 吴大师却下出了 这手极具AI观念的一步棋 同时我们也从侧面 可以看出 本局双方已经没有了压力 因为上一局 吴大师获胜之后 木骨石已经不可能 再将棋份恢复到分先 而由于 接下来两局 即使吴大师全部取胜 也不可能把木骨石 打到定限 所以双方都没有了 升价的压力 这一盘棋彻底的放飞自我 放开了手脚 反而下出了 本次十盘棋当中 非常精彩的一盘棋 下一手棋 白棋再次尝出 黑棋并没有普通的去跳手脚 鉴于左下已经由子配合 下一手棋 黑棋强硬的 在边上拆尖架 攻击两颗白子 白棋接下来如果靠 那么黑棋如果搬的话 白棋一尝 这个结果 白棋骑行舒展 黑棋并不便宜 但木骨石担心的是 此时黑棋不会如此的软弱听话 他会强硬的再次搬出 白棋再断 黑棋站住 接下来由于争子 黑棋有力 白棋立下作战之时 黑棋强行压出 由于两边均有黑子配合 这个棋 白棋将陷入苦战 所以实战当中 他并没有选择 靠最强硬的反击 而是灵活的 从下方挂了过来 当时讲解的乔美与太郎认为 此时黑棋应该再次压出 分断白棋 白棋搬 黑棋长 接下来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再次双注 白棋再飞 黑棋对这两颗子发动进攻 这样也是黑棋主动的一个局面 然而实战当中 放飞自我的吴大师 下得更为的强硬 他再次坚定 当白棋长出的时候 黑棋直接尖了出去 显然黑棋在这个地方 既想护住脚步的实地 同时又要对左右的两块白棋 发动强攻 长考21分钟之后 木骨石也下出了精妙的反击 下一手期白棋先在下方搬 黑棋挡的时候 白棋又是一搬 而此时 黑棋已经挡不住了 如果黑棋再去挡 白棋的打吃将非常严厉 黑棋粘 白棋再一断吃 这样我们看到 这颗尖的紫 被白棋吃住 那么局部 黑棋被封锁 大损 然而黑棋如果此时强硬的粘住 白棋提示先手 黑棋只好挡住 下一手去利用气紧 白棋再次跳加 就可以封锁住黑棋 那么这个战斗的结果 黑棋也是大亏 所以实战 在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 只好在下方断吃这颗紫 而白棋则顺势飞进三三 这个回合的交锋 白棋得力了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搬 追求行棋步调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接下来白棋再打的时候 黑棋从二路反打 这是当初搬的一个用意 这样 白棋吃住 然后 黑棋再拐出 局部 下方的战斗 暂时告一段落 此时讲解的 乔本尉害狼说到 这个时候如果黑棋的这颗紫在四线 下方黑棋的阵势 就完美了 然而棋如人生 不如一者十之八九 在不完美当中 追求完美 或许就是围棋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快乐 下一手棋 白棋飞到了右上角 继续处理这块棋 同时 也包含着对于 这三颗黑子的反击 随时准备再次打入 而五千元大师下一手棋 肩在了三三 接下来白棋这手拆一 又是典型的木骨石的棋风 这手棋一来防住了 黑棋这一代有可能的 再次洽吃的手段 白棋提 黑棋一退 这样我们看到整块白棋 还没有活 一旦被黑棋进攻 那外围由于黑棋有势力配合 黑棋将瞬间在中央膨胀起来 同时 补完这一手之后 紧盯着在上方黑棋空中的打入 而且将自己这块棋彻底的补静 以后一旦黑棋在下方一旦扩张 白棋可以肆无忌惮的 打入到黑棋的空中 接下来 黑棋再次跳了一手 白棋继续沉稳的硬住 下一手 黑棋挤试探白棋一手 白棋粘的时候 第六十五手 是第一天的封手 第二天早上 天气晴朗 两位大高手相对坐下后 八番干事打开封手 吴清源大师下一手棋 选择了再次大飞 扩张下方的模样 而如何削减黑棋下方的阵势 是穆古石面临的抉择 这一代 头绪众多 讲解的乔本与太郎七段 也摆出了不少的变化图 最后得出结论 认为吴清源得意的作战网 又似乎已经拉开了 而穆古石好像对作战的方针 了然于胸 经过昨夜的长时间思考 第66手几乎没有过多的思考 就怦然一字 深深的侵入到了黑棋阵中 在这种全局白棋都安定后时的情况下 白棋在衡量局势之后 深深打入敌阵 穆古石真面目瞬间展露出来 下一手棋 黑棋先在左边加强防线 白棋粘住 然后黑棋后时的肩联络 当白棋再跳逃出的时候 黑棋强硬的震了过来 大决战开始了 这个时候 白棋下一手棋选择了在此飞 拉回这两颗子的同时 瞄着这一袋 对于下方这颗黑子种种的反击手段 此时黑棋如果在此压 能够逼迫白棋退一手的话 那么这一袋 白棋跟右边的联络将被切断 但是吴大师权衡良久 这个地方依然没有敢选择压 原因是白棋此时会强硬的屏住 黑棋如果长出 白棋一虎 下方的棋形已经极具弹性 黑棋再搬处理这颗子的时候 白棋可以打完之后 再次挡住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 这两颗黑子需要处理 白棋的眼形却逐渐丰富 黑棋的进攻失败 而如果黑棋用墙 此时直接再次切断的话 白棋会在此立下反击 由于下一步的叫吃 冲出异常的眼力 右下角的黑棋没有活镜 所以黑棋需要补齐 而白棋接下来有经典的 靠了之后相似断的手机 黑棋再吃 白棋打吃 黑棋提 白棋也提掉 黑棋粘住的时候 白棋在这一带 长是先手 而黑棋再跟着硬 那么白棋一跳 这样我们看到 这个棋形呢 白棋也是非常具有弹性 黑棋无法强攻 所以这些图都不满意 实战当中 吴大师在这个地方 选择了另外一种作战思路 他选择在此肩 当白棋挡住的时候 此时黑棋就不再去断 而是从下方寻求联络 同时互主下方的实力 木骨石也展现了自己 制孤的才能 下一手棋 白棋再次先飞 要求与右边取得联络 此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初白棋这手拆一的一个价值 而吴大师此时没有选择 继续肩在此处强攻 因为他担心 白棋以后在这一带沾 就有强烈的先手味道 那么如果黑棋继续攻 白棋可以在此打吃完之后 尝出 黑棋沾 白棋就沾住 这一带由于冲断 非常的严厉 整体的黑棋 也没有活 而如果黑棋再去补一手 白棋可以在此强行的烤下 黑棋再搬的时候 白棋一长 现在黑棋再去走 那么白棋的收器是先手 这样一跳呢 由于以后这一带白棋的搬 还是先手 整体的左边 这块黑棋也没有完全活进 这个棋要强杀白棋 风险很大 一旦杀不掉 那么下方的实地 黑棋将损失惨重 所以实战当中 继续贯彻此前的方针 黑棋在这个地方选择较吃 先收住下边的空 白棋坚一手取得联络 黑棋再飞 黑棋将自身的模样 转化到了中腹和右上一带 而这一带 白棋暂时是没有问题的 下一手机白棋跳 陷至黑棋的中央 如果黑棋此时强硬的靠 那么白棋只要冲了之后冲 就可以联络 而实战当中 黑棋强硬的靠住 继续扩张中央的模样 白棋再搬 黑棋强硬的搬 下一手棋 木骨石从二线拖了进去 这也是非常强硬的一手棋 这一带如果黑棋 去搬在上方的话 那么白棋可以直接再次切断 黑棋如果吃 白棋打完之后一冲 就直接将黑棋的阵势破坏掉 黑棋局部最强硬的下法 是打完之后再吃这个 但是这个图同样不成立 因为白棋可以断吃 强行冲回 虽然黑棋的断吃是先手 下一手棋 黑棋在此补助断点 而白棋打吃是先手 接下来长还是先手 这样我们看下一手棋这一尖 黑棋这几颗子威胁 而黑棋如果在此强硬的 补助的话 那么白棋此时就可以直接挡下去了 这样边上的黑棋反而被杀 以下虽然黑棋可以滚包 把白棋打成瘀形 但由于自身的断点太多 无法收住白棋的气 这个结果黑棋是崩溃的 所以搬在上方不成立 那么如果搬在下方 也比较简单 白棋直接断就可以 黑棋吃 白棋一打吃 还是成功的突破 那么之前的这手飞 就成为了疑问手 所以在实战当中 吴大师面对这手托 也进行了长考 之后选择了再次顶的强硬下方 白棋挡住 黑棋在乎 现在如果白棋再去挡 那么黑棋的打吃是先手 接下来这个班成为先手 这一代先手封住 白棋并不满意 而且白棋随时还要担心 黑棋在此挤了之后 强行挖断的下方 白棋打吃这个黑棋就断 这样中复被切断 白棋也不满 所以实战当中 木骨石针锋相对的 直接在此搬了上去 双方形成激战 接下来 黑棋也展示了自己 长考过后的成果 下一手棋先打吃 绝妙的一个次序 白棋提的时候 黑棋再打 白棋沾 黑棋沾住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 通过这个交换 现在白棋已经不能去吃 这颗子 否则黑棋的打吃成为先手 中央的白棋将非常危险 无奈实战当中 白棋正好联络 黑棋在站住 接下来 白棋直接在上方拆衣 护住这块棋 面对白棋强行破空置箍 耍大龙的一个战略构思 吴大师接下来 也开始在中央 对白棋的大龙 围追堵截 纵使木骨石 有八门盾甲之术 我吴清源也有 七勤七重之策 下一手棋 黑棋尖在此处 白棋联络的时候 黑棋再刺 接下来白棋沾 而下一手棋 是吴清源大师 拘后最为后悔的一手棋 这个时候 他看似坚实的 再次尖了一手 但实际上 拘后的研究 这手棋 黑棋应该并在此处 这样白棋的这步靠 就不成立了 如此 白棋的大龙将非常危险 然后实战当中 黑棋随手的这一肩 给了木骨石 智孤表演的机会 下一手棋 白棋现在脚不管 试探黑棋 杀棋的一个态度 黑棋斑 强硬破眼 木骨石再次进入了敞考 在敞考过程当中 他嘴里依然嘟囔着 哎呀呀 要落入网中了 落入网中了 周边都联络不上了 他埋头急摇着扇子 扇子发出咯咯的响声 此时的局势 越来越紧张 而吴清源 则谦逊的回答道 就算在网里 哪里有那么容易吃掉的 长考37分钟之后 木骨石下出了靠的强手 此时黑棋如果再次强行扳断 白棋则顺势冲出 黑棋再长 白棋长 下一手棋 夹住这颗黑子就活了 而黑棋如果逃出 白棋一断 由于中央 黑棋断点众多 这一带还有冲的余味 这个结果 作战 黑棋并没有把握 而如果黑棋 拉长战线 在上方扳的话 白棋 则再次从下方拐头 黑棋再退 接下来白棋长 黑棋再拐住 想要威胁挖断的时候 由于中央这一带 黑棋也有断点 白棋并不需要马上处理 可以强行再次拐出 这样我们看到左边这一带 白棋要联络 而黑棋如果继续强攻 白棋一跳 这个下法 黑棋的风险极高 一旦杀不掉白棋 那么整个中央一带的潜力 将被白棋破坏殆尽 所以实战当中 看到这手棋 武打师没有选择直接去应对 而是针锋相对的 在右边扳了一手 对右边的白棋 先发动进攻 同时也给木古石 布下了陷阱 下一手棋 白棋先在此虎 处理右边 而黑棋打吃完之后 一路的这不利 是鬼手 石破天惊 此时 白棋如果随手挡住收窃 将中了黑棋的圈套 这个时候黑棋一退 白棋面临抉择 中央的黑棋加后 如果此时白棋再来处理下方这条大龙 那么黑棋一跳 右边这块棋将有灭顶之灾 再打吃 黑棋强行的再次封住 这个结果 白棋右边被杀 当然无法接受 但是此时 如果白棋再去处理右边这块棋 则为时已晚 下一手棋 黑棋可以直接再次提吃 消除气急的隐患之后 瞄着再次几段白棋的下法 而白棋 现在如果团住 那么黑棋再挤 白棋再粘之时 黑棋强硬的再次冲出 白棋断 黑棋就断 下一手白棋打吃 黑棋长 白棋再冲 由于右边已经加强 此时黑棋就可以退了 你再冲 我再退 下一手我们看到 再冲的时候挡住 这一代已没有问题 而这个断吃 由于右边已经是活棋 黑棋直接气掉就可以 这样白棋的大龙极其可为 这个图 黑棋大忧 所以实战当中 木骨石也预料到了这个形势的严峻 在黑棋109手立下的时候 他再次花费了31分钟的时间长考 最后断然不顾右边这块棋的死活 直接在中央补棋 本局木骨石的状态极甲 在与吴大师局部的交锋当中 丝毫不落下风 下一手棋 黑棋先在上方断吃 加强这代的防线 准备对右边的白棋发动致命一击 白棋长出 黑棋再打 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顺势粘住 黑棋高明的把球再次踢给了白棋 让白棋做选择 现在右边这块不活 而黑棋多了这两颗子之后 上方一袋 白棋也变薄了 实战当中 木骨石最终决定 还是先把上方护住 这是第二天对局的最后一手 第三日决战之日 打开封手 看到117手 选择了班吃右边这颗子 木骨石说道 哎呀哎呀 四颗子被吃掉了 但实际上 他对这手提醒早有准备 这只是他画牢的一个习惯而已 接下来 白棋选择了在二路飞 强硬的去活这块棋 同时威胁黑棋的这块棋 木骨石与吴清源 经过一夜的思考与休息 对当前的局面 一定是有所考虑 吴清源下一手棋 选择了再次长出 继续威胁白棋的大龙 而白棋则厚实的又补了一手 接下来 吴清源开始长考 二十三分钟之后 他又一度下出了抢手 直接夹在了上方 这是在当初打的时候 已经想好的一手棋 那么接下来 白棋如果再次强硬的 一毛不拔的挡住 将中了吴大师的屠龙之计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下一手棋 黑棋可以再次断吃 白棋只有粘住 接下来黑棋班要求与左边联络 白棋当然要挡住 以下黑棋再次粘 白棋接下来有两种收气方案 如果白棋从上方去搬 那么黑棋此时就作业 白棋接下来再粘收气的时候 黑棋就可以强行再次杀气了 白棋再冲 黑棋粘住 接下来白棋再挤的时候 黑棋直接粘在脚上 由于之前的一个交换 这个断已经不成立 否则黑棋一作业 这个局部将形成有眼杀无眼 这个图右边的白棋极度的危险 这个当然不行 那么我们看如果白棋这个时候点进来 破野也是大同小异 黑棋依然可以走在此处 你尝我就粘 再挤就粘住 由于气劲 白棋还是不能断 一旦黑棋确保联络 那么将来你断吃 黑棋可以利用倒扑 再次直接打出来 这个结果右边的白棋被杀 黑棋大优 所以面对这手棋 木古石尽管时间紧张 但还是再度陷入了场口 一小时37分钟之后 木古石也下出了强爽 下一手棋 白棋在此断吃 处理右边的这块棋 黑棋粘住 白棋收棋 黑棋收棋 接下来 白棋选择了二路跳的一个下法 木古石的智孤 带有强烈的进攻的意味 此时如果普通的在上边补一手 那么黑棋也无法强行杀掉这块白棋 接下来 黑棋顶在此处 防止白棋先手刺的时候 白棋尝进去 下一手棋 黑棋挡住 威胁在此 挤吃这颗白棋 白棋就直接在上方补 右边这块棋看似危险 但实际上 黑棋杀不掉 接下来 黑棋再次打吃 防止白棋这一带冲的反击 那么白棋就把这个提掉 下一手棋 当黑棋尝出 想要强杀的时候 白棋的这部挤 是好手 由于下一手打吃完之后 可以断吃 脚上的两颗子 黑棋要补齐 接下来白棋一虎就做活了 这个打吃的先手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样 双方将形成一个细棋的局面 但是木骨石 对于这个图并不满意 从本局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 木骨石的实力 与吴大师不相上下 然而 在面对重大胜负的时候 吴大师的胜负心 要比木骨石 更强一些 木骨石面临重大压力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一些变调 而这盘棋 没有了升降级的压力之后 木骨石彻底放开手脚 异常的精彩 下一手棋 黑棋强硬的 挖了进去 而白棋打吃 双方 再次形成了结症 吴大师也意识到 此时形势严峻 如果不能通过进攻获利的话 那么这一代 白棋将黑棋的潜力 全部破掉 黑棋虽然 棋下的精妙 但是 实地 却面临严重不足的局面 接下来 双方开始了 惨烈的结症 下一手棋 白棋提结 黑棋 提 威胁几段白棋 白棋团柱 黑棋提结 白棋冲 是本身结 黑棋选择了 断吃 切断白棋的联络 同时威胁脚上的 白棋安全 白棋提结 黑棋打吃 白棋提 下一手棋 黑棋再打 显然 吴大师 亦有了转换之意 要求切断白棋 对白棋两块棋 发动进攻 而白棋 强硬的 沾了上去 这样一来 下一手棋 黑棋再提 结征 转移到了 上方 142手 白棋提结 黑棋 选择了 粘住 对局室内 战火纷飞 而室外此时 天色渐暗 马上要到晚餐时间了 用时情况 吴庆月还剩下7小时 而木骨石 仅剩一小时多一点 但即使如此 他还是花了36分钟时间 深思熟虑之后 最终 选择了 走在144位 将脚步的这块白棋 直接捕获 晚餐之后 比赛继续 下一手棋 黑棋打吃 连回上方这颗子 白棋提紧 接下来 黑棋粘住不断 白棋断吃 黑棋再提 白棋 打吃先手 这手棋走完之后 给自己留下了一个 度过的后门 黑棋提掉 然后白棋再提 黑棋下一手棋 搬 威胁白棋这条大龙 白棋长一手 把大龙捕获 接下来 黑棋再提 白棋刺 又是衬手的一个节菜 现在吴大师陷入了为难 如果此时黑棋直接提吃三颗子消结 那么白棋就粘回两颗子 接下来黑棋立下足度 吃住这块白棋 而现在白棋得到先手 粘是极大的一手棋 黑棋只好连回这颗子 那么以下上方一袋 白棋已经处理好 接下来冲 断吃 然后再断 下一手棋 黑棋补住 吃掉这颗子的时候 白棋可以在这一袋点过来 既威胁上方这块黑棋 同时又有引针的作用 这样我们看到 如果黑棋 再去补棋的话 白棋一来 吃住这颗子 已经是简明的优势 二来白棋也可以选择直接拆 中央的大龙 并没有危险 我们此时可以判断一下形式 白棋上方一袋 大概有35目强 而整个白棋的左边 及左下角一袋 已经有25目 两块棋加起来 有60目 右上角黑棋 沾是先手 白棋虎柱 有5目棋 这条大龙 5目棋总是有的 这有10目 那这样一来 白棋全盘有70目的实力 而黑棋 右边一袋 也是40目 下方一袋有20目强 而至于上方这块棋 目前没有活棋 还要遭到白棋的猛攻 全盘黑棋确定的实力 只有60目 那现在显然是白棋 盘面10目 优势的一个局面 所以实战当中 武大师面对白棋的这首刺 选择了粘住 而白棋提回 接下来 黑棋粘住 白棋继续强硬的打吃 要求救出这块棋 黑棋再提结 白棋 直接再次冲了出来 下一手棋 黑棋直接提在了上方 这也是异常强硬的一手棋 就局部而言 黑棋一般是提吃这三颗子 但是这样一来 以后一旦被白棋粘住 那么上方的这块白棋是活棋 黑棋对白棋的眼味没有威胁 至于这块棋 黑棋也很难吃得住 因为右边有一步渡过的后门 这一袋呢 以后虎 打吃 等等的都有先手 这样 白棋一旦做活 黑棋的实力将大差 所以实战当中 黑棋强硬的提在此处 目的是威胁白棋 上方这块棋的眼位 希望通过缠绕进攻 杀掉其中一块棋 这是唯一获胜的机会 然而木古石 接下来直接提结 当黑棋再去挤 找劫财的时候 木古石算清了木数 直接消解 全局胜负已定 下一首棋 黑棋只好吃 白棋先冲 利用棋子 来支援下方这条大龙 黑棋吃的时候 白棋回到了上方搬 稳健的吃住了这块棋 由于中央这一代是决先 黑棋没有脱先的机会 白棋之所以要搬 是因为黑棋这条大龙 并没有死尽 此时如果白棋走别的 那么黑棋又再次 强硬搬的手段 白棋挡住 黑棋一路再搬 这一代随时要渡过 这个地方一团 还有一只野 那么白棋如果断吃 黑棋就打结 黑棋这条大龙成为结活 对白棋是灭顶之灾 因为右下的白棋已经死尽了 所以木古石在实战当中 稳健的吃住了这块黑棋 是胜利宣言 下一首棋 黑棋打吃 威胁白棋打龙 而白棋一飞 已经联络 因为这个打吃 是决心 接下来黑棋提吃的时候 白棋厚实的补了一手 黑棋下一手 拆防住这一代 白棋拆的这手大棋 而白棋顶一下先手 之后就稳健的开始收关 接下来白棋断吃 左上这颗死 黑棋吃 白棋提 下一手棋黑棋虎 这是黑棋权力 白棋挡住 接下来黑棋再刺 白棋稳健的补助断点 黑棋挤的时候 白棋肩 这一代由于黑棋自身 也有问题 无法强行切断 下一手棋 黑棋挡住 白棋挤一手补棋 白棋再挡 黑棋团先手 接下来 再次跳 破坏黑棋的中央 黑棋冲 白棋就退 下一手棋 黑棋再冲 白棋肩联络 以下 黑棋飞的时候 白棋就沾 吴大师已经准备认输了 这是认输的一个台阶 黑棋再立 白棋挡住 盘面 白棋领先石木 吴大师看到再没有争胜的机会 就投资了 局后 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复盘 本局是 木古师发挥淋漓尽致的一局 同时 也是在十番棋当中 首次直白战胜了吴清源 连想到近几年来 吴清源直黑时 几乎无人能敌 有着直黑无敌的美誉 而木古师此番直白中盘获胜 一局扫尽了之前十番棋已然落败的颓势 挽回了一次严密 而在接下来进行的第十局比赛当中 已经放开手脚的木古时 在第一步就下出了令人震惊的手段 我们下盘棋再和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